主日三分钟 信得连深言信经 天主教教你第一章第二节 为我们否析中途信经的第一句 我信传能者天主附中有关圣父的道理 天主教教你更以下列四个标题 为我们详细讲解有关圣父的深层意义 为我们的信仰打好良好的基础 上个主日我们学习了何谓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今日都让我们学习天主三位一体的启示 那究竟我们怎样得到启示有幸认识三位一体的天主呢 原来圣父是由圣子启示出来 而圣父与圣子则由圣神所启示出来 旧约时代透过盟约和法律 所施于天主的长子 以色列身上的一切就显示天主是人类的父亲 天主也都经常被视为终神或终人之父 由于天主是世界的创造者 天主也都被称为以色列君王之父 雄人之父 孤儿或寡妇之父 因为他们都受到天主慈爱的庇护 我们以父亲的名字称呼天主 特别表明了两点 首先我们表示天主是一切事物的根源 天主超越所有的权威 我们更加表示天主爱护 以及眷顾他所有的子女 到新约时代 耶稣在《玛道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 这样说 随了父爱 没有人认识子 随了子 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爱 也没有人认识父 耶稣向我们启示天主就是父亲 而耶稣的启示是前所未闻的 耶稣向我们启示了天主就是父亲 不仅因为祂是造物主 更因为圣父与其独生子的关系 同样如果圣子失去了与圣父的关系 就不可以成为圣子了 《药幕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更加确定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中途们承认耶稣就是圣言 圣保禄也确定 耶稣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 确定耶稣是天主光荣的反映 天主本体的真像 教会这场中途的盛传 在公元325年第一届尼西亚大公会议之中 就承认圣子与圣神同性同体 承认圣子与圣父同是一个天主 公元381年第二届大公会议 制定尼西亚信经的时候 就承认圣子是天主的独生子 确立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更加认证圣父由圣子启示出来的道理 而圣父与圣子 亦都由圣神所启示出来 耶稣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15节 这样说 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耶稣在他的苦难和复活之前 宣布要派遣另一位护卫者圣神 来到我们中间 其实自创世之初 圣神早已经工作 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 有这样的记载 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 大地还是混沌空虚 深怨上还是一团黑暗 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自创世之初 圣神早已经工作 圣神借着先知们发言 圣神住在门徒中间 教导他们一切 为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 圣神就是与耶稣 和圣父相关的天主的另一位 自创世已经参与启示 圣父与圣子的工作 圣神是耶稣受到光荣之后 被派遣圆圆满满地揭露了圣三的奥迹 所以每次当我们高升重念 可信全能者天主福的时候 也都代表我们坚信天主圣三的奥迹 一个只凭理智是无法理解的奥秘 各位 信德年提醒我们要革身悔改 威向世界唯一的救主 求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天主教教理 深言顺经 以满全我们的信德 让我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和希望 能够以完美的生活以及见证 透过信经的一字一句 去宣认天主伟大的慈恩